鲁运 24岁 甘肃人 大专 山东英才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12位老板好 推荐人 主持人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叫鲁运 来自山东济南 今年24岁 毕业于山东英才学院 工程造价专业 大学期间曾经参与过校园的招生工作 负责兰州地区的招生工作 大二实习是从事房屋托管工作 2014年有幸接触到安化黑茶 成为一名安化黑茶经销商 2015年开了自己的一家西北特色小吃店 今天来到菲尼莫属的平台 想寻求一份销售 商务拓展 市场 以及运营类的工作 或者各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美运吧 所以经历比较坎坷的那种 基本素质不错 读书期间当了十多年的班长 对吧 然后呢 后来在读书过程当中也卖过茶叶蛋 然后呢 做过外卖 见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这个心酸 并且还经历过生死 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讲 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应该是成熟的时候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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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所说的生死是因为你得过低血甲病 对 低血甲病 然后你从治疗当中收获了一些治疗方式 对 低血甲病它确实假 但是患者它会比正常人流失得更快 它会随着汗液和尿液排出来 然后它的疾病就是说 它不能参加剧烈的运动 不能出汗 否则它会四肢僵硬 然后瘫倒在这 我当时很严重了 已经下病未通知书了 然后但是有幸我能抢救过来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在药物维持 但是自从我接触黑茶之后 我发现黑茶里面有一块茶 含那个矿物质元素特别高 所以我每天喝茶 现在我从来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吃药了 我看你喜欢电影 最近看过什么电影 最近没有看电影 最近因为主要我老婆生孩子了 一直在家看孩子 你生孩子了 我已经有孩子了 你多大年纪 24 怎么结婚这么早啊 我是今年1月5号结的婚人 6月15号生的孩子 是先上车后补票 我是13年 大二结束之后我开始 不是实习工作吗 是一个房屋托管工作 历时了一年三个月 我老婆是我房屋托管工作期间 是我的房客 我是房东 我是管理者 你是房东 对 他是房客 他是房客 对 那你怎么跟房客谈上恋爱 而且那么多房客 怎么就跟他谈上恋爱 他比我大三岁 然后见到他的第一面 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很成熟稳重 然后适合当老婆的那种 真是人不可貌相 这孩子 这孩子看上去特别的规矩 是吧 出手不凡呢 对啊 关键他那个时候才22岁 而且他大二 他大二 他工作生活两手抓 他还在实习呢 我是觉得你效率真的很高 你跟我说一下 你第一眼看钟离以后 你就采取行动了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执行力 没有 是这样的 我认识他是三月份 然后我是借助4月1号 愚人节的时候 给他以开玩笑的形式去 你可以啊 这么烂的招你都用下了 愚人节怎么表白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喜欢你 想跟你交往 他当天没有看到 他睡觉比较早 然后第二天看到之后 他说你在开玩笑吧 我说没有 然后他说 那给你一个月的考验期 考验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 然后我就开始请他吃饭 然后我们一个星期就交往 这就叫传说中的 瞎猫蹦上死耗子吗 两人都有意 他也够着急的呀 直接就给一个月考察期了 一个月考察期 都考察了些什么呀 没有 我就请他吃了饭 然后聊天 他有一次生病是 他立价不太正常 我跟他买药 去给他包红糖 这你也懂啊 懂 我对这方面比较有研究 你对这方面比较有研究 说来听一下 为什么对这方面有研究 是因为前女友 她当时给我给了一本书 前女友 对 她给我一本书 是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 说什么公外遇啊之类的 会有多大危险性 哇 好深入啊 对 你的前女友 为什么给你一本那个书 她就说让我要 知道女性的东方不容易 要去 要保护女性 要去疼爱她们 好 我们再说回到那一个月 一个月这个考察期 她对你满意吗 没有 一个星期我就交往了 一个月突然缩短到了 一个星期 对 然后 你是靠什么征服了 你的女朋友 你觉得你的特质是什么呀 一招就把她搞定 应该是 就是她看着我的成熟稳重 然后上金星吧 后来你们就谈了多久 接了婚 不到一个月 是我岳母来 来见到我面 考察我 也考察你 对 考察我 她说 你叔叔估计不会同意你的 因为你家比较远 我老家是兰州的 然后第二点呢 你这个工资待遇也不高 还没有买房 然后因为我老婆他们家 条件也挺好的 最后一个月后 我就去见我岳父了 那你怎么去征服她的 我岳父爱喝酒 带了好几瓶酒 特别贵的 他去了之后说 你老家太远了 我不想让我闺女那么远 对 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 酒收了你的吗 这已经收完了 收了还说你 然后是这样的 他说完这个话之后 我说我愿意留在济南 然后我岳父他 还是不同意 就是我老婆他就是说 一定要和我在一起 然后我岳父万般无奈一下 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那你酒量怎么样 你酒量怎么样 我说我不爱喝酒 但我能喝 然后他说那就来吧 然后当时我俩喝了两瓶白酒 十四瓶啤酒 一人一惊再加七瓶啤酒 对喝完之后 然后他说那我同意 你们交往一段时间 那你回本了 兄弟你拿了两瓶酒 过去你自己还喝了一瓶 最后是你岳父倒了 还是你倒了 还是两个人都挺好 都挺好 然后他就欣然同意了 找到了酒友是吧 他说如果 他说我看一个人的人品 就是看他的酒瓶 要找到自己的幸福归宿 所有男生练好自己的酒量 今天太太孩子了 掌声欢迎 哎呀 几个月了 这孩子 他刚才跟我们说了一段 你与他之间的传奇故事 你们是谈了多久就结了婚 好像几个月吧 几个月 对 因为你不像是那种会闪魂的人 因为他太细心了 那要孩子也要得挺快 这是我的计谋 这是你的计谋 对 哇 你们俩好可怕呀 那说一下你的计谋 因为怕他跑掉 好爱他是吧 对 好心 他们今天他来应聘工作 你对他的期望是什么 我希望他能去陈总那边 陈浩那边 对 这是个计谋 而且把孩子都带来了 陈浩 就是看中了你家那个特殊的服务 那孩子妈 你现在在哪工作呢 济南 那他如果来北京 没关系 没关系 在我没出月的期间都是他在带的 换尿户谁换 他换 他会哄孩子吗 会 他把你照顾的也那么好 对 那就是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是吧 对 你够支持他 你不怕他跑了呀 不怕 你对他今天的这个期望心惊 大概多少 不低于多少最低 不低于六千吧 那最后你想跟他说什么呀 我们马上第一轮先选择 希望老公加油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来实际行动 拥抱一个 好 谢谢你 其实有一个事我一直想问 就是你这胡子下面这桌胡子 是你没有刮 还是把旁边全修了 就留那一点点 为他而留的 为什么要留这一点呢 他觉得我刮了胡子太幼稚了 出去谈事 感觉显得不成熟 所以就留这么一点啊 这是一对非常有意思 有爱的夫妻 来 我们了解了基本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轮选择 会留多少盏灯 第一轮选择去过留 一家三口 这把都上来了 好歹是二盏灯都得留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财 来抱着孩子先下去休息一下 这徐瑞抱孩子非常专业 我也马上要学习这个了 我老婆四个月了 慢点 天生我有财 你准备了什么 我准备的是PPT 好好解读一下 第一页是对我自我的分析 和一个我的直上目标 第一点是诚信为人 用心做事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样我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第二点是我的责任心特别强 抗压能力也极强 性格比较坚韧 因为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从小特别独立 第三点呢 我就是我对思考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换位思考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第三点呢 就是我觉得认为 就是沟通的方式 大于沟通的内容 因为我特别觉得 所以做生意都是以沟通为核心的 下一页谢老师 这是2014年10月份 我到湖南化考察完之后 成为了一名黑茶经销商 这边是我的一个工作室 谢老师 下一张 这边是我15年开的西北特的小吃小吃店 我在那个店里面有一个 就是安化黑茶的这样的一个 推广宣传业 主要是来店消费的顾客 我都会让他们免费品尝黑茶 然后进行那个孔绑销售 在此期间我的黑茶盈利也比较好 下一页谢老师 这一页是讲的是我对人物分析 我们家有一家四口 然后先从孙悟空开始说吧 我妈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女强人 但是她的性格不是特别的坚定 做事都是各个行业都涉足 但是她没有一个专注性 我的父亲呢 他是一个就是说没有上进心 他的懒斗性比较强 你这样说你父亲 我父亲他就是说性子比较慢 做事不太积极 我妹妹呢 她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女孩 所以现在店里面的所有一切 都是我妹妹在做主 然后我父亲在给我妹妹做帮手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像唐僧一样 现在支撑着哲家 有坚定的信念 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谢老师下一页 这一页就是我的老妈 我的女儿 还有我老婆 我觉得我这一生 那是你老妈 对 那么年轻 最右边那个 对 那么年轻 我妈今年都五十了 但看上去真的就像三十多吗 我觉得我的一生 都是在为他们三个拼搏 然后他们在我的生命中 有很重要的地位 就像这句话一样 得知我信 失知我命 没有了 谢谢大家 没有了是吧 对没有了 鲁运今天来应聘的是 CEO助理和管培生 怎么会想到要做助理 就因为你细心吗 助理港只是希望 有一个老师能带我一段时间 我还是想从基础港 做起 因为我比较 我自然还是比较擅长销售商务拓展之类 与人打交道的工作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找CEO助理呢 其实CEO在业务上面 没有那么直接的帮助你 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私心 CEO助理就是一个企业的核心领导人 如果他看待事情 看待问题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我希望在他身边能够学习短暂的一到两个月时间 那总监助理行吗 都可以 只要是高管之类的助理 其实小鲁 其实很多求职者都到 几乎每期都有选手想做总裁助理这类的岗位 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只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 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其实真的不一定 得看你的专业的契合度和你性格的契合度 像我们业务上的需要的一个助理 首先是偏研发或者偏数据分析 跟他的学科背景 跟他的自己的兴趣方向是很有关系的 如果只是偏沟通协调类的助理 其实一般在企业里的这个级别不是很高的 说传统点就叫秘书了 所以我也借着机会去讲 想做什么样的总裁助理 先研究这些企业的企业形态是什么样的 他的这个总裁助理 大概需要的业务方向是什么样的 比较盲目的就说总裁助理 我是这样看啊 就是什么是秘书什么是助理 就一般秘书和助理没有严格区别 但是有两句话 我们综合对助理的数字要求是 半文半事辅助决策 而如果你是偏秘书的话 文秘的话 你就是半文半事 所以要求你的文字功底是比较到位的 第二半事能力是比较强的 你能做助理 那也就能辅助决策 如果你是秘书 你就是会半文半事 所以一般要研究这两个职业的一个区别 所以刚刚老板提醒了 我们要不要做简单的调整 我适合就是做销售 特别是就是大客户销售之类的 还有商务拓展市场 就是和人打交道的一些事情 那我觉得他应该有这样的能力 我觉得他的客户市场应该是女性 我觉得挑他一个擅长的产品好不好 你就把你自己之前的那个黑茶 也要想要进到咖啡之翼的这个渠道当中 对 可以 也要去跟你们去谈判好不好 可以 林总你好 我是那个湖南一家黑茶公司 我知道你也是湖南人 你应该对那个安华黑茶有所了解吧 我们卖咖啡的一般跟茶不是很轻 我告诉你我只有五分钟时间 接下来有很重要的会议 您总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们公司有推出一系列产品 像那个枝子花胎熊样等子产品 我觉得我们安华黑茶 现在出品了一种新的素容茶 特别适合都市人喝 因为像这些高级白领 他们平时很少运动 他们有肥胖这些症状 经常熬夜 像黑茶的话 它对人特别好 因为它在减肥方面的话 效果也特别明显 那你是想卖给我一个人 还是想卖给我们的企业啊 我是想跟企业有些对接 加入这个新项目 我这次来带了四款茶 是打算送给您总的 好 差不多了吧 第一个首先 我觉得它还是挺醒目的 很有诚意 它一上来就把我们现在 正经心打造的新品牌熊样 质子花开全部都说出来 然后这样会拉近我的好感 第二 它会把它的这个茶的产品属性 跟我们的咖啡属性去匹配 这个也是一种拉近人好感 和清净度的一个方式 那么第三个缺失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要推一个 这么新的产品系列给我 你得有足够的全套方案 我就想 这个东西我是想要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 在我的餐厅里 所以你要带全案过来 才有可能开发一个新的阵地 来 第二轮选择去口流 还有发展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赵润龙开始 我先给你的职位呢 是机构合作的专员 因为我刚才看到您的这个表现 其实你在跟这个客户 或者是机构谈合作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洞察力的 我想给你一个 不如地的市场专员的 这样一个管配生的职位 因为我们除了做电影的运营 以发行 以投资之外 我们还有电影院的管理 你特别因为你前面的经理当中 有这个做小吃店 做这个就是无业拓管 房屋拓管 你比较有电影 就是我觉得你今后未来 向电影院的管理人员发展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Coffee G给你的岗位 应该是加盟授权经理助理 因为你没有相关的经验 加盟授权经理在Coffee G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席位 不会非常多的人 收入很高 收入很高 Coffee G欢迎你 我给你留的职位 是一个BD专员的职位 你还是应该往运营管理 综合管理方法展 因为销售可能未来 只是你技能的一块 所以我给你的是 我们集团加盟联锁 事业部的管理附议生 谢成龙 梅向荣 鲁运整个过程 我都没有问你问题 一直在观察 而我觉得你 包括你自己 对自己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所以我给你的职位 是立金所的济南公司的 这个经历助理 我希望你能在北京 在上海 我们立金所总部 做一段时间的管理培训生 然后机会合适呢 我希望你回到济南 组建团队 拓展业务 完成公司发展目标 我认为你是一个 思维很缜密 而很有规划性的一类人 其实这一个性格特点 特别适合做什么 特别适合做采购 所以我愿意给你 我们PVGO的采购专员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刘总 考虑下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的新年 比较高兴 我们的新年 在我们的新年 升级上感情 请揭晓 八千家 七千家 来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的两位老板 我想问一下梅总 前期是在北京或者上海 在上海 我们总部在 这个绿军所的总部在上海 但是那是短期培训 因为你主要是在那 一个月时间的学习 完了之后你就回济南 我们希望你 我看中你的录音 我刚刚看中的是 你的整个的组织能力 执行能力 还有结果导向 我最后想问一下陈总 我在北京之后 培训之后可以回到济南吗 如果山东省 有城市经理的空间学院 肯定可以回山东 但是济南具体有没有港 这个我不确定 好 没有问题 15秒钟事先 银河绿云 优胜教育 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优胜教育 最后我选择了优胜教育 我觉得陈总 他对我的个人分析 是比较正确的 我希望在优胜教育 能够